我是一个老宫女,在这深宫待过整整35年,清凉店前无数年年繁茂,我也一年比一年老。 我这一生,送走了稚嫩青涩的真嫔,送走了风华正茂的于妃,也送走了白发苍苍的皇后。 她们都死在了青春年少时,都死在了黄泉的青亚下,这宫墙深深,埋葬多少红粉骷髅。 一,先帝杀人时,血溅了我一身,她向来是个极讲究之人,吃饭时的摆盘要预除琢磨三天,恨不得将那餐饭摆出花来,可此时杀人却很粗鲁。 向来尊贵高傲的天子,拿着一把柴刀,红着眼无五身风,她面前一身不一的皇后缓缓倒下,她们都不年轻了,西年乌黑的发肩也夹杂了银丝。 先帝喘气,从喉咙里呵呵传来声音,双眼赤红。 她嘀嘀骂道,你,你这个毒妇,而皇后轻轻笑了下,她西年白皙滑腻的手指,此时布满了劳作的老茧。 美丽的容颜上,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可她还是那样优雅,就像是我十七岁那年进宫时,她迎合下我敬的茶时那般高雅。 皇后说,陛下,你向来不拿我们的人命当命。 那么,我们为何又要忠于你一人呢? 在男人暴怒的叫声中,皇后被捅了无数个窟窿。 她笑了下,朝我点了点头,而我就站在一旁,麻木地端着托盘。 这是我进宫的第三十五年,也是,我送走那些妃子的第三十五年。 二,我第一个送走的人是真嫔,她长得玉学可爱,脸颊圆圆的,一双眉毛生得尤其好,动起来像清秀的远山。 先帝宠急了她,在床围间常常把玩她的小脚。 她说,天底下最尊贵的女子,都未必有这样一双金莲玉卒,而后,便是君恩雨露,日夜恩宠。 真凭得了宠爱,很快便怀了孕。 可是,她那年才十六,十六岁的女子,自己还是个孩子,却稀里糊涂当了娘亲。 那时,我在清凉店扫落叶,她恰巧坐轿子路过,一眼看见低头寡言的我,忽然眼睛亮起了来。 姐姐,你像极了我的姐姐。 后来,我便被指去了她的碗糖店伺候。 真凭初次有孕,常常呕吐,四肢乏力。 我耐心地为她擦拭干净脸庞,又用新鲜的瓜果调了果香,更是拖在御膳房的姐妹做了酸性。 她吃了酸性,果然好多了。 腹中孩子四月时,她为她做了一顶虎头帽,而后又笑着道,这娃娃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她春夜姑姑了,我叫春夜。 听闻我出生那年,天下大旱。 我娘为了能喂养我,啃了好几天的烂树叶子,才挤出一点汁水。 后来我长大后,便也喝这些树叶的汁水,才勉强活下来。 此时,我听着真平盈盈的笑语,忽然恍惚了一阵。 我忘了尊卑,忘了健阅,不由自主地将手放在了她的肚皮上。 肚子里的孩子小小地踢了我一脚,我感受这微弱的动静。 这个孩子,诞生在这样一个吃饱富足的盛世,诞生在颇天富贵的宫廷,诞生在母亲的爱意中。 我盼望她快快降生,快快落地,好像一棵小树般迅速生根发芽,为她的娘亲提供一丝硬币。 可最后还是没有,真元十四年,真平流产了。 三,真平的脸色苍白,握在榻上不住呼痛,她的腿间鲜血淋漓,大片的血肉像是要冲破什么阻拦般,哗哗流淌下。 我们期待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在此时化为乌有。 真平一边哭一边握着我的手,她说,姐姐,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了,我也跟着流泪,却仍然安慰她。 玉叔,你还年轻,孩子还会有的。 可她哭得那样撕心裂肺,像是活活拿刀弯了心去,再没有先前的灵动天真。 我去找太监请太医,可她只是抠了抠长长的指甲,斜眼瞥了我一眼,春夜姐姐,皇上都还没动呢。 一向最宠爱真平的皇帝,此时在临华殿中和另一个女子翻云覆雨。 我差人去请,她只是在红杖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按惯例即可,按惯例便是先由妃子自己熬过去。 我听着真平的惨叫声,额上的汗水流了又流,心里也痛得发凉。 她从榻上滚下来,抱住我呜呜痛哭,姐姐,姐姐,我要回家。 我一咬牙,想起平日里在乡里所见到的接生婆,转身便抄起了剪刀。 一声淒厉的惨叫响起,我为真平接生下一个死胎,那是个已成型的男胎。 第二日,她就在已在窗前,默默流了一整日的泪。 我走过去,为她关上窗户。 娘娘,春日里风大,您的身子不能见凉,还是要好好僵养。 她抬起脸,清理的小脸上留下两行内。 姐姐,太医说我再也不能有孕了,是吗? 我咬了咬牙,却还是挤不出话。 她嘀嘀地笑了声,说爸转过脸去,不在大里人。 天亮时,皇帝终于从温柔乡醒来,忽然听到外间有人来报,说真平流产了一个男婴。 该死,她滴滴踹了一脚旁边的太监,把扣子扣好。 朕以为是贤贫。 原来那日夜里,是她听错了。 可有什么用呢? 真平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太医为她把脉食,只是凝眉,又摇头叹息。 娘那身子太弱,又还未长成。 骤然有孕已是不容易。 如今又添了下红之症,以后怕是再也不能怀孕了,真平那时的神色很漠然。 等太医走后,她却牵着我的手,默默流泪。 姐姐,姐姐,我知道她是在叫她已经死去的姐姐。 真平年幼时,母亲死去,是姐姐拉扯大了她。 她向来盼望着自己也有个孩子,自打有了这胎,日日小心,可终究没躲过。 我们在她每日喝的杯子里发现了一些落胎的毒药。 真平第一次那么伤心,发卖了从娘家带来的贴身丫鬟。 可后来,她又急急地捂着心口喘息道。 再也没有人陪着我了,再也没有人。 这时,我便轻轻拍她的背,柔声安慰她。 可在这宫里,没有孩子和宠爱的妃子,过得连野草都不如。 皇上宠幸了几次神色麻木的真平,见她不得去,便冷落了。 帝王之怒,绵延久长。 日膳房送来的羹食越来越差,有时,甚至能在其中看见唾沫。 真平一口也不肯吃。 最后,还是我寻来幼年时吃的那种叶子,蒸成了糕点喂她。 她吃了,却还闷闷不乐。 姐姐,这是我这辈子吃得最乏味的东西。 从那时起,我便隐隐欲感到她要活不长了。 可惜,我没料到那样的快。 真平流产后的第二个月,她在深夜跳了荷花池。 那年的浮渠那样红艳,就像是吃了死人骨肉而长出来的斑。 死。 真平没了后,我被指到永寿公伺候贤贫。 那是一个温婉的女子,喜好书丹记,化远山眉。 先帝不喜她,但却不得不尊重她的母家。 贤贫的母家一门双喉,裂带国公。 开国时,以军功起家。 而后太平盛世,又牢牢坐在江南严正的高位上,掌握着富得流油的严正买卖。 贤贫的母家势力大,先帝不得以封了她为贫。 但却很少来她的宫中,连喝斩茶也不肯。 贤贫长在这宫中,就像是落尽深深宫墙的一半杏花。 他说她爱杏花鲜嫩,像极了少女时在归中父母娇宠,兄弟敬爱的日子。 可他身为家族长子,不得不替弟妹担起责任。 他进了宫,便能为年幼的弟妹撑起一片天地。 贤贫忧愁地道,我的胞弟生性顽劣,虽通小诗书,却不好功名。 父亲常追着他读书,可他哪怕被打得双腿生血,也不肯读一句圣贤书。 我劝他,许是年纪小,大了就好,他却摇头,叹了又叹,待到他长大,便迟了。 后来,宫内便收到贤贫家人狂妄贪污,举止奢华的消息。 先帝大怒,抄了他的家,还将裂带先祖的牌位都砸了。 只因在李家的库房中,抄出了几十万两白银,还有数件健阅的制品。 贤贫听罢,先是沉默,而后便是常常呼出一口气。 我劝过他们的,他说,我分明是劝过他们的,他闷闷地说,美丽的脸上留下两行泪。 这时,我才发现他也不过是个二八年华的女子,深宫磨灭了他的个性,叫他不敢从容走出半步。 他日日谨小慎微,唯恐辜负了封号,拖累了家人,却终死于全力倾压。 先帝赐了他一杯毒酒,他喝了,把头上的翠玉簪子给了我。 你跟了我,没什么好处,却只有苦楚。 这只翠玉簪子是从娘家带来的,万望你能保全它。 他妈撒着翠玉簪子,无限惋惜。 而后又从容走向了黄泉路。 贤贫死后,我被分到正圣宠的于飞宫中。 可这回,却碰见了钉子。 于飞年轻艳丽,没有前二位娘娘带人和气。 我府一入她宫中,便被在雨中罚跪三天。 五,于飞是藩帮进贡的小国女子。 雪夫相塞,尤其是一对柳叶眉,令人记忆深刻。 她年轻气盛,常常同各宫娘娘斗嘴。 不知拉帮结派,也不知暗自折服。 我望着她,常常觉得她是这宫墙里开得最盛的一株银春花。 花开的娇艳,也香得轰轰烈烈,却不知节制。 终而,也将引来祸患。 可于飞却不知收敛。 她依旧热热闹闹地请戏台子来奏乐, 依旧在下大雨的夜晚把先帝关在门外, 依旧把每年进贡的藩帮珍珠都截留在自己的手上。 宫里人怨声载道,都背后议论她。 可于飞从不在乎,年轻美丽就是她的依仗。 她越闹,先帝便越宠她, 只将整个宫里折腾得天翻地覆。 于飞风华正貌,容色倾国, 她爱她华丽鲜活的样子, 不似宫中嫔妃死板规矩。 她宠她,就像当初宠真嫔那样。 真嫔死后,先帝嫌她死得晦气, 连后葬都无便送出了宫。 还是皇后看不下去了, 亲自为她置办了葬礼。 可真嫔的尸骨, 整整在晚堂殿停了数日。 她六七那天, 我没忍住,去亲送了她。 可于飞却很不满, 你是我宫中的人, 为何还要顾念就主子? 于是, 她便罚我在临华殿前常跪了三日。 那三日, 夜夜皆有瓢泼大雨。 于飞与先帝在殿中翻云覆雨, 而我看着地上被吹乱的树枝, 苦笑了声。 我不过是想再送那小姑娘最后一程, 可在这宫中, 这便是犯了大忌, 人死如灯灭。 深宫里, 一半花枯萎了便枯萎了, 为她惋惜的人, 是死罪。 三日后, 于飞见到我, 漂亮的脸上闪过一丝巨傲。 你怎么还在本宫的宫中? 我俯身, 朝她拜了一下。 奴婢奉命在娘娘的宫中当职, 不敢善离职守, 于飞吃笑了声, 那日皇上来宫中时, 你都见着了吧, 我沉默以对。 她忽然道, 这便是皇上于本宫的恩宠, 至于你, 从哪来的便滚回哪去吧? 如此, 我又回到了清凉殿。 清凉殿中荒凉破败, 听闻这是上一代的太妃居所。 那位太妃风华绝代, 宠冠后宫, 却终因无子而凋零。 而后, 清凉殿便成为比冷宫还要偏僻的宫殿。 我回到清凉殿中, 却发现包袱中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朵小小的迎春花, 被晒干了, 早已枯萎得不成样子。 六, 我被于飞赶出来, 在太监宫女们的眼里已是个败犬。 因而, 我这样的人便可以被肆意欺凌。 他们春日里爱打叶子牌, 总是聚众赌博, 拆使我去做杂事。 我不愿与人多起争端, 就默默硬了。 奈何, 总有人不愿意放过我。 那是一个斜掉眼的小太监, 有一口活牙。 他想捅我对时, 我没答应。 此时, 那小太监便讥讽地笑了笑。 春夜姐姐, 这里有个好差事, 贵妃娘娘的奋力少了优水香, 正发着脾气呢, 就交由你吧, 他口里的贵妃娘娘, 正是宠冠六宫的林贵妃。 她是林将军的小女儿, 速来习武, 脾气坏极了, 向来以折磨太监宫女取乐。 听说奉命去他宫中送东西的人, 没有一个是笑着回来的, 更何况内务府还少了他的奋力。 可我走在长廊上, 看两旁玉轻轻地柳枝时, 却忽然觉得她和于飞很像, 那种香香不是眉眼像或身材像, 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东西。 也许尊贵如先帝, 也觉得这身宫乏闷了些。 这些鲜活四溢的女子, 不似御花园中精雕细琢出的假花, 美丽热烈, 才有放在手中把玩的价值。 我与林贵妃有一面之缘。 那是西年, 我刚刚入宫, 因为不肯巴结大太监, 被罚在御花园扫落叶时。 一同洒扫的宫女妒忌我与皇后同乡, 故意夺揽, 让我一人扫若大的御花园。 我人笨, 话也不多, 遇见事情, 不会反驳, 不会争辩, 只是默默做事。 林贵妃就是这时看见我的。 她一见到我就笑, 你这小宫女怎么生得这样蠢笨, 别人骂一骂你, 你也不还嘴, 我老老实实道, 奴婢不会骂, 也骂不好, 不如不开口。 毕竟他人认定你就是这般人, 再怎么还嘴, 也洗脱不了他人对你的看法, 林贵妃就愣证在这句话里。 她很年轻, 生得艳若桃里, 眉毛浓密, 很像话里英姿飒爽的将军娘子。 西年有人说, 她不入宫当娘娘, 想必也是个女将军。 可真元四年, 林将军升任三军统领, 为掌军权, 稳定军心, 她的父亲将她送进了宫中。 林贵妃本人看着, 倒是没有传闻中那样可怕。 她容色偏艳, 像极了画本子里吸人精气的妖精, 又因御下极言, 才惹来了满宫不喜。 后来, 也许流言便是这么传出来的。 他们说, 贵妃是妖精生的, 引得君王日日不早朝。 他们说, 贵妃狐媚祸主, 但却生不出一儿伴女, 这是应得有亏。 这么说着, 谎言倒是越描越真。 后来, 河宫上下都怕急了贵妃。 他们对她又怕又厌。 我去宋内务府缺了的忧水箱时, 贵妃的宫里一片忧静。 她见到我, 笑了一笑, 我记得你, 你叫春夜, 我有些惊讶, 娘娘还记得我的名字。 嗯, 她轻轻地应了一声, 搭在榻上的手苍白磊弱。 当年御花园中, 你与我有一面之缘。 不知这些年, 你还好不好, 我有些迷茫, 想答些什么, 却好像又说不出什么来。 我过得好吗? 好像应当是好的, 我已在这宫里稳稳待过三个年头, 哪怕平日里瘦了一些, 但也好好活着了。 并非锦下孤魂, 并非梁上冤骨, 但好像又并不好。 我日日夜夜孤枕难眠, 每次惊醒, 梦里皆是欲输含泪的双眸, 与真凭七绝的双眼。 至于于飞, 她待我并没有多少亲厚, 却也并没有害我。 我总觉得, 她的眼里总有划不开的悲伤, 千头万绪, 转到嘴边, 却只有一句。 我还好, 不知娘娘如何, 林贵妃低头笑了下, 她容色更加冷艳了, 眼角一滴小智射人心魄, 像极了话本子上描绘的妖精艳鬼, 鬼艳难言。 她风华更胜了, 一个女子, 她二十几岁时, 本是一生中容色最盛的时刻。 恰如圆月行至了半空, 恰如泉水流淌到了满处, 恰如花孤朵摇晃全开。 可我总觉得, 她眼里也有无端的仇意。 林贵妃一字一句道, 本宫过得并不好, 原来她这些年, 过得并不好。 尊贵如贵妃, 也会有不舒心的时候。 这些年, 外人看本宫风光无限。 其实, 内中困苦, 唯有本宫自己知道, 林贵妃苦笑道。 我本不愿做个除花弄草的女儿家, 情愿做个耍刀弄枪的男儿郎。 谁料老父跪拜求我, 不得已为了家族荣耀进了宫。 深宫之中, 皇上为了家族势力宠幸本宫, 却将我的孩子一个一个包了。 他轻轻叹息道, 万千风光之下, 不过是断臂残垣, 我仍旧安慰他, 娘娘总会有出路的。 这句话, 我也曾对真凭说过, 可他伤心极了, 到底没听进去。 我只在林贵妃的宫里小坐片刻, 便离开了。 临走时, 她冰冷的手握住我, 倘若有来事, 本宫一定不做女子。 向来身体康健的女子, 嫌少有这样冰冷的手。 我轻轻点了点头, 惟怨娘娘, 此生福寿安康, 她含泪道, 本宫道愿如此。 可惜, 事事难为。 七, 我心情低落地回了清凉店, 一路上花开得很好, 灿烂热烈, 似是要在这春光里清尽所有。 可有什么用呢? 花开得好, 是因为她们本身便娇艳惹人脸。 与这痴人的身工, 没有一点关系。 到了清凉店, 却听见吵嚷声。 走进店内, 有个小宫女木带兴奋地撞了上来。 春夜姐姐, 于飞没了, 这一句让我定住了脚步。 我缓缓皱起眉毛, 想着是不是听错了。 可小宫女却眉飞色舞地朝我讲着经过。 于飞被处死了, 先帝下的旨。 听闻从她的宫中搜出了无数信件, 还有藩邦的信物。 宠冠六宫的妃子, 是敌国的密探。 小宫女说, 陛下怒极了, 要赐她车裂之行, 被皇后娘娘拦下了后, 却也赐了争行, 争行, 便是将人装在争笼里, 在底下添柴家伙, 活活争死。 听闻受争行的人, 四肢都软烂, 最后一碰都会掉下来。 我沉默了。 小宫女却兴奋极了, 姑姑, 听说行刑就在三日后, 我们一起去看吧。 这于飞平时就和你不对付, 如今查出是密探, 也是活该, 我却疲惫地摇了摇头, 你去看吧。 于飞娘娘与我主仆一场, 我在后院送送她, 小宫女正正地看着我。 她眼里的兴奋像是被泼了一盆凉水, 慢慢熄灭了下去。 她拽了拽衣服, 不自然地道, 那,那我也不去了, 三日后。 是个很晴朗的天气, 那天万里无云, 白日悬在半空, 灼得人眼生疼。 半个宫的太监宫女都去看热闹了。 我留在清凉店的后院里, 仰头看着四四方方的天, 宫里似乎总是这样, 看天也只能从宫墙的方框里去看, 总是差了一份自由。 那些飞鸟来来去去, 像挤了一个个红颜薄命的飞子, 稍一落脚, 便被裹挟入滚滚红尘。 我给于飞舍了一只柳枝, 这是我家乡的习俗, 送故人时折柳, 盼望她将行一路顺利, 盼望着她莫要再受搓摸之苦。 我从未料到, 于飞竟会是探子, 也许于国的立场, 我们是敌人。 但我忘不了, 她在一日前, 掺人送来的信, 信上说, 她很对不起我。 我已想尽了办法, 让你与我脱离干系, 但好像还是令你受到了一丝伤害。 国仇, 家恨, 令我忘不了, 她吐我家四十九口人, 也忘不了封烟燃尽我故土的那天。 但这是我的事情, 与你无关。 年前我在御花园那里, 看见你与真平放风筝, 十分新鲜。 盼望来年春天, 我们还能一起放风筝。 随信赋来的, 是一朵小小的银春花, 枯萎, 暗淡。 巴, 于妃死了后, 这偌大的宫中, 好像也寂寞了些, 可皇帝从来不缺女人。 林贵妃宣病不出后, 她向皇后提议选秀。 皇后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陛下所言即是, 不过这宫中的银子, 好似是不太够了, 先帝却满不在乎地道, 既宫中无银两, 便从国库中出。 皇后的声音冷了些, 像浴池相击在空中。 陛下, 国库也已空虚了, 这个被酒色与美色, 掏得满腹肥肠的中年男人, 好像已经忘了最初的使命。 无论他登上皇位时, 是多么的信誓旦旦, 在走过人生的第四十个年头后, 他的脑中, 也只剩下女人。 因而皇帝说, 那就从镇的私库中出。 父皇在时, 曾给朕留了不少好东西。 皇后沉默不语, 她是陪上书家的女儿, 出生河东陪氏, 原是武郡七王家的清白女儿, 要给世家大户做宗父的。 没想到, 阴差阳错, 却配了这世上最尊贵的男儿。 皇后年轻时, 也曾是温婉清美的女子, 却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不再年轻。 先帝对她无爱, 也无尊重, 只因她多年无子。 譬如此时, 她便如天底下无数没有儿子的普通男人般, 恶狠狠地把罪责全都推到了女人的身上。 若不是你的肚子不争气, 未能为朕诞下一儿伴女, 朕还用着在那心人吗? 皇后不笑了, 她的嘴角凝固, 黑漆漆的眼就盯着先帝, 但最终, 她也只是说, 谨遵圣命, 九, 皇后和我是就相识, 我们在入宫前, 就见过了一面。 那时, 她是娇小姐, 我是乡野村姑。 我们在河东相伴走过一段路, 不过, 她是进京的才女, 而我是逃难的灾民。 皇后爱读诗书, 四书五经, 天文杂书, 地理之义。 只要童书挂钩的, 她便都感兴趣。 那时, 她总劝我读书, 而我笑了笑, 朝她露出黑漆漆的手。 小姐, 我的手, 就不是读书的手, 她却拿着折扇深思, 忽而道, 既然你读不懂的话, 我便念给你听吧, 我那时看她像个傻子。 怎么会有那么善良的姑娘呢? 一路上山匪那么多, 却只有她允许一个小叫花子跟在马车旁, 也不怕我是别人的内隐。 她想让我上马车, 洗干净脸与手, 换身漂亮衣服, 留下来做女婢, 被我拒绝了。 我跟在马车旁, 想同她结伴去京城, 我是去想找我的舅舅的。 从小娘就跟我说, 春夜, 待到活不下去了, 你就去找你舅舅。 她在京城杀猪, 听闻有很多老爷都喜欢吃她杀的猪。 后来娘死在饥荒里, 我靠吃叶子活了下来, 便也只剩下投奔舅舅这条路了。 我不敢和皇后比, 不敢成为她那样的娇贵小姐, 可我也是好人家的姑娘。 皇后听了我的陈词, 也只是笑了笑, 好啊, 那我们便做一父一母的姐妹, 一同奔个新盼头, 只是没想到。 去京城不过三个月, 她成了被皇后家所控制的傀儡。 我自愿卖身进宫, 做了天下奴婢的最低等。 时, 我去了京城舅舅家, 才发现这底下的小民 大抵都是一种写照, 日子都不好过。 舅舅叫地皮捅瞎了一只眼, 早就没了新年砍住的准头。 她如今父闲在家, 每日喝些烧酒, 让女儿养着自己。 我的婊子, 嫁了个屠户, 一边要操持夫家, 却还要接几娘家。 我待在舅舅家不过半个月, 就不忍得离开了。 市井小民活在这世上, 仅靠从妇人的手指缝里, 抠出些油渣, 卑微而艰难。 我来了, 舅舅不再喝酒, 省出银子来买了只鸡, 睁着瞎眼到处抓药给我熬汤。 婊子把荣花卖了, 又咬牙从家中的支出里拿出二钱银子, 要给我裁衣穿。 我没要他们的, 这世上一样苦, 一样难。 我从河东走来, 看见恶嫖千里, 浮尸百万, 能有挂念着我的亲人活着, 便很不容易了。 恰巧真元年间, 先帝从民间广招宫女, 我将自己抱了上去, 换了五两银子。 五两银子, 二两给舅舅支瞎眼, 二两给婊子的小儿子当满月礼。 余下一两, 我祭奠了我娘。 入宫前, 舅舅红着眼把四两银子又拿不裹了给我。 你娘是个苦命人, 你也是个苦命孩子, 舅舅没照顾好你们, 又怎么能要你的钱? 这银子你拿着, 宫里也好打点。 婊子又拿那厚厚的鞋底塞给我, 嘱咐道, 娘娘们大多不好相遇, 你平日里多注意着, 不要捅他们顶嘴。 待到二十五岁宫中放人, 我与阿爹去接你。 我含着泪, 终而接下了那银子和鞋底, 而后便是移入宫门深似海。 我初入宫时, 大太监领我给皇后娘娘敬茶。 她指点道, 这位娘娘是个规矩人, 万事万物都要按规矩来, 你可千万别错了, 否则要惹了贵人厌恶的, 我点了点头, 而后敬茶时, 却是头也不敢抬。 眼见着那双鲜鲜御手, 接了我的茶, 将茶袋轻轻掀开, 又引而尽。 茶气鸟鸟, 我盯着那白雾, 入了神。 逃难路上, 也曾远远见过这样的白雾, 只是不是贵人喝的茶, 却是燃烧流民尸体的大火。 忽儿, 耳边传来一声轻笑, 我灯时回过神来, 贵得更标准了些。 我抬起头, 撞见笑意淫淫的皇后, 她举止仍是那样高雅, 并上粘着卫子牡丹, 耳边冬朱稳重。 春夜, 好久不见。 十一, 皇后提议将我留在她的宫中, 我摇了摇头, 皇后娘娘, 我与你同走一段路, 就是天大的缘分了。 余下的, 并不敢奢求。 这世上多的是桥归桥, 路归路, 纵然菩萨低眉, 流水争先, 也抵不过我们是两路人的事实。 您能记得我, 我很高兴, 但我如今的愿望, 并不是在深宫中闯荡, 而是老老实实带到25岁归家去, 皇后笑了起来, 原是这样。 她没有说什么, 只是吩咐了身边的宫女, 带我去原来的地方。 后来, 她果真没有在插手我的事。 我随波逐流来到了清凉殿, 在这宫中日复一日地扫落叶。 有时, 看天边云卷云书, 我也会想一昆宫内她过的日子。 应当是金尊玉贵, 万人之上吧。 但总归与我这个小宫女不相关。 日子一日又一日地过, 像鹦鹉吞下的羽毛, 像清凉殿下不断落下的梧桐树叶。 真元年间, 我走过晚堂殿, 永寿宫, 临华殿, 先后送走了三位妃子。 直至真元二十年大选, 我又迎来了新主子。 新主子叫玉华, 也住在晚堂殿, 笑起来夹边有两个梨窝。 我在她的身上, 看到了故人的影子。 再一问, 原是真凭的堂妹? 先帝在玉花园里远远见了她, 一时尽情难自尽, 叫了一声御书。 玉华小姐穿着同真凭相似的衣裳, 盈盈拜了下。 陛下, 贫妾叫玉华, 是玉书的妹妹。 后来先帝那一晚便歇在了晚堂殿, 锦背翻红浪, 海棠压满枝。 第二天, 我随宫人进殿伺候, 瞧见了一片狼藉。 玉华坐在梳妆镜前, 手里握着一半堂花, 歪头朝我笑。 她笑, 春夜, 你可觉得我自甘下贱, 我依旧沉默不语。 在这深宫之中, 我早已悟出, 沉默胜过千万声。 果然, 玉华自顾自地笑着, 眼里却涌出泪。 从前在家, 我便不愿学她, 不愿和她穿一样的衣衫, 没想到进宫后, 却照旧做了她的影子。 昨夜里她喊着的, 不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替她失泪, 也没有像先前戴真瓶般, 百般安慰。 玉华独自捶了个半上,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 给自己描了个不像真瓶的柳叶眉, 可她的身上, 分明处处都是真瓶的影子。 隔日, 先帝命内误服你的封号下来了。 她赐玉华品位, 一样住在晚唐殿, 封号为真。 真瓶, 真瓶, 再叫谁, 想必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十二, 真瓶府移入了后宫, 便独得恩宠。 她善歌善舞, 又善调香制衣, 纵然容色不及其他娘娘, 但巧笑倩息间, 神态已逼近了故人三分, 倒是弥补了这点不足。 先帝日日沉醉在她的晚唐殿, 真瓶开始同她吹枕头风, 叫她给自己的家人赏赐。 先帝倒也宠她, 一一照办了, 可后来便涉及到了官位牵动的大事。 真瓶一时余举, 便被先帝狠狠扇了一个巴掌。 她怒气沉沉道, 到底是个替身, 没有御书的天真单纯, 整日里只知道妖宠, 真瓶被这一巴掌打愣了。 后来, 她哭坐在晚唐垫一整夜, 店里窗户打开, 冷风就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缠着沙罩在她轻瘦的身体上。 真瓶哑声问我, 春夜, 我是不是太自甘下见? 我没说话, 只是替她关紧了窗户。 真瓶就哭坐在镜子前, 愣愣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像一柄燃烧尽眼泪的美人竹。 我也是堂堂正正的我自己, 不愿低声下气, 来伪装成另一个人的模样。 可父亲说, 这样做能见效更快, 能更快让她升官。 我原是觉得我是做对了的, 可我真的做对了吗? 我想了想, 只说了一句话。 娘娘, 万事还得先照顾自己, 真凭咬紧唇, 眉毛紧紧促起, 却露出一个不解的神情。 先照顾自己, 我温声劝她。 女子活在世上, 已是很不容易。 我见过, 有人为爱在半夜跳下了荷花池, 有人被父兄牵连, 死在了深宫里。 有人顾念家族, 一路北行, 终而嫁作不爱之人。 奴婢是个俗人, 不知大义亲情, 也并不懂偌大家族 为何把所有的责任 压在女子的身上。 世间风雪大, 万望您能珍重, 一段话罢, 珍嫔却忽然笑了下。 她撵起那朵海棠花, 如是重负地放进我的掌心。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原来君子不在茅庐间, 也不在中南山上, 静在我身边, 而后, 他又将我打发走了。 十三, 算来算去, 我与清凉殿的缘分竟脱不开。 入宫的十几年间, 我一直在此地徘徊, 或入了乃位娘娘的宫殿, 或诱因便故而回到了这里。 春去秋又来, 真凭诞下皇子时, 我已成为清凉殿的长氏姑姑了。 大太监说, 宫中活人不容易, 活了这么多年更是不容易。 二十五岁时, 舅舅也曾想来接我出宫。 但却因选秀的大事而耽搁了, 后来便一直求不到恩典。 我倒是还好, 在深宫里也带出性位来了, 只是舅舅和婊子却有些着急。 我没有嫁人, 于他们来说, 便是责任未尽。 但其实嫁什么人呢? 宫中这么多年, 我早已看遍了情意良薄, 人心叵测。 天底下最尊贵的男子都如此, 其他的便不用再提了。 如此便走过了真元年间。 终于有一年, 我也有了出宫的机会了。 可是, 那年宫中却出了变故。 首先是林贵妃死了。 这么多年, 她客居宫中, 流产过三个孩子后, 便不问世事, 一心向佛。 宫中无人管她, 却不想贵妃死在了榻上, 还葬身火海, 尸骨无存。 皇后大怒, 下令彻查后宫, 却被先帝拦了下来。 其实明眼人都能瞧出来, 这是真妃动的手。 真妃母家与林贵妃一向不睦, 平时宫中也多有摩擦。 后来一日, 林贵妃与真妃在御花园中遇见了, 她随口夸真妃的孩子漂亮, 却被真妃警惕地对了好几句。 后来, 便是你来我往的宫斗手段, 大约是真妃记高一筹, 最后是林贵妃败了。 得知她死讯那日, 我茫然坐在清凉店中, 不知该怎么祭奠。 这么多年先少有亲近之人死了, 我早已忘了该怎么送他们一程。 但贵妃爱美酒, 背上一钟总归不会是错的。 我头七为她背了一碗女儿红, 六七为她背了一碗玉良春。 宋魂日正要洒酒时, 却忽然听见了宫变的消息。 听说是中军叛变, 林将军带着兵符轰轰烈烈地杀进宫中来了。 他早有准备, 一路杀个七进七出。 林小将军也随父作战, 端是骁勇无敌, 斩下了大太监的头颅来。 我看了看手中的酒杯, 不知是该哭该笑。 林贵妃确实是死了的。 他以死为父兄做祭祺, 为叛变做油头, 为一切都寻到了理由。 这个傻女人最后只苦了自己。 我把那碗混着自己眼泪的酒喝了, 而后随着工人逃窜的大流, 躲进了清凉殿中的地窖。 故人死了, 我还得活着。 不是吗? 十四, 宫变很快平息。 先帝被囚, 皇后被囚, 这场闹剧, 最后或许以改朝换代的结果收场。 但坐在皇位上的人变动, 从来不会影响到 底下生斗小民的生活。 毕竟, 日子还得一日日过, 有时山高路远, 一走便是一生。 真凭捧着大肚子, 嘴角微翘地站在林小将军的旁边, 连着生下的皇子, 连着肚子怀着的那个, 都是林小将军的种。 先帝几年前就不能人道了, 亏他还以为自己是宝刀未老。 如今天下还未立, 太子后代便已备好了。 真好, 孩子的宫殿都不用再换了。 堂堂先帝也沦为了阶下囚, 被包去了锦衣, 穿上了粗麻质地的衣裳。 他被罚在御膳房里日日劳作, 有数不尽的工人看着他, 日日看他与猪狗争食。 我觉得解气, 却又觉得茫然。 他害死了那么多妃子, 如今盖他来偿命的时候, 可这样的惩罚真的有用啊。 他没的是尊严, 而他们没的可是命啊。 后来, 还是皇后站了出来。 他向来是万民之表率, 是后宫最贤良的女子。 可没人记得, 从前他也是个豁达温柔的女子, 平生最喜快严仇。 后来, 便是他往先帝的心里生生扎了十八刀, 刺得他气昏了。 先帝杀他时, 他已往他的身体里下了毒药。 那种毒药, 剑血不封猴, 却能让他彻底变成了个疯子。 日日夜夜, 起痒无比, 抓破后伤口便流浓, 最后变成个怪物。 先帝得之后, 自然疯了般地拿刀砍他, 可皇后本就不惧怕死去。 我同他们关在一起, 他只怕脏污了我的眼。 可我怎么会怪他呢? 我这一生, 送走了稚嫩青涩的真瓶, 送走了风华正茂的于飞, 也送走了白发苍苍的皇后。 这宫墙深深, 埋葬多少红粉骷髅。 自古红颜多薄命, 难得夫妻是少年。 一岁又一岁, 我送走了无数人, 也只惋惜他们, 去得太快了。 皇后倒下后, 真瓶进来了。 她唇角含笑, 肚子里揣着的娃娃 已变成了落地的小小太子。 如今, 她才是这座宫殿的女主人。 没想到, 最后进宫的真瓶, 却成了唯一活下来的妃子。 十五, 我已很年老了, 老得握不动笔, 老得说不出话, 却还活在这身宫里。 真妃带我很好, 她总是顾念我曾经的点拨。 没有你, 就没有今日的我, 林将军对我也很尊重。 圣云的家信里, 总是提起你, 说你同他很像, 他们都很顾念我, 平日里不让我做重事, 也不再让我伺候人。 我渐渐在宫里待了很多年, 看真妃的孩子长大, 看福曲池里的红花越开越盛, 看临华店里也种起了银春花。 后来, 又是一年选秀时, 我看见这宫里 进了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孩子, 她们笑起来像花一样好看, 就像我当年见到的那些娘娘一样。 我同真妃说, 我年老了, 想回家看看她给了我很多银子, 又给了我不良马匹, 让我衣紧还乡。 我只收了我的阅历, 其他的没药。 我带上晚堂店里开的最好的一朵海棠, 带上水池里的最红艳的一朵浮渠, 带上了翠玉簪子, 带上被锁了很多年的那两朵银春花。 我要带的东西那样的少, 小包袱轻松一过就没有了, 可这便是我的一生。 出宫时, 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这一切与五十年前都很不同, 岁月轮转, 世事西变。 街上叫卖的货廊声音大了, 帆帮的客人也多了, 买卖的生意也多了。 我来到舅舅家, 舅舅和婊子都已不在了, 化为两个小小的土包。 他们的后人接待了我, 要我在家小住。 我只喝了一盏茶, 便要了他们的信物, 走了。 我的家在河东, 西年是旱灾最严重的地方, 如今修缮了河道, 倒是也成了复述的地方。 我站在田耿里时, 几乎不敢认。 那一片矮矮的房屋, 是我的家。 可几十年没人住, 土墙早就塌了, 只剩下断壁残垣。 旁边有个小姑娘, 盯了我半天, 上前一步怯怯地问, 阿妈, 你找谁啊?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说些什么。 我的亲人, 早已死在五十年前那场旱灾大难里了。 如今与世间的牵挂, 好像只剩下皇宫了, 可我依旧坚持地挪到了村里的祠堂处。 在那里, 我终于瞧见了一个熟悉的人, 那是我五十年前走丢的堂地, 他头发都掉光了, 显得比我还老, 哇大哭时, 还露出两颗缺芽。 他哭得老泪纵横, 啊子啊啊子啊, 这世道, 他哭得伤心, 却也不知道怪谁。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村中住了下来。 一月后, 我在后山矗立了好几个衣冠种。 那个有海棠树的是真瓶的, 那个长着迎春花的是鱼飞的, 那个埋着翠鱼簪子的是贤瓶的, 那个横着一柄件, 一罐酒的是林贵妃的, 那个放着一本书, 一盘旗的是皇后的, 他们都曾被那深宫困住。 那么, 我便拼尽全力带他们出宫, 让他们长眠于青山绿水之中。 满头青丝变白发, 岁月耗尽得始终。 藩外里家的姑祖母老死在八十岁那年。 村里人说这是难得的高寿, 定是宫里的福泽保佑了她。 只有人群里的一个小姑娘, 皱了皱鼻子。 她才不信呢, 姑祖母生前曾教导子孙说, 轻易不要入宫。 宫墙不好, 会吃人。 李家宗族逢进大乱, 却又顽强地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如今, 也学得了孝道的模样。 姑祖母死后, 她葬礼的大戏连唱了三天。 小姑娘划着船, 在夜里同家人去水上看戏。 水波无痕, 蒋落无声。 一路划过姑祖母葬的那些坟包, 上面长满了各色的花, 每年还有宗族的人去祭奠。 姑祖母说, 那些都是带她极好极好之人。 李家人不懂什么叫极好之人, 但姑祖母说了, 那便拼了命地祭奠。 哪怕人死如灯灭, 也要将这东西世代相传下去。 划过长长的水波, 便看见了舞台上的一出大戏。 唱得很精彩, 但小姑娘年幼, 看不大懂戏里的内容。 旁边的大人说, 是宫里娘娘的那些事, 还有林将军改朝换代的故事。 小姑娘正打算仔细问问时, 旁边忽然伸来一只细白的小手, 牵住了她。 春夜, 这姑娘长了一双远山眉, 笑起来有个梨窝, 不笑时, 却又很冷艳。 春夜歪头看她, 不知叫她什么。 可姑娘只是牵着她的手, 往远处走去。 走, 我们去看戏《岁月轮传》可有的东西, 还是未变。